他执掌中国最高美术殿堂 他推动中国美术走向世界 站在时代现场打造看得见的美术时 为时代而歌 范迪安 所有的搞这个创作的人 其实每个人都在祈求上场给予开 一个艺术家 就和所有的人是一样的 他的人生可能最后归结起来就是一句话 所以很多很清醒的艺术家 他都很知道自己这辈子做了一个什么事 所以这些年我自己感觉到 我做的就是努力用展览打造 看得见的美术室 主要是现代以来的中国美术室 还有不到20个小时 在这个曾经作为2010年世博会中国馆的大型艺术宫殿里 即将开启中央美术学院百年历史上最大规模的一次油画展 开展在即匆匆赶来的范迪安 仍苛刻的要求着每一个细节 这是他担任中央美术学院院长的第七个月 这次大展可以算是他送给美院的一份见面礼 我跟你讲 你一个字都觉得这么大 高一点 很大块在这里 就是说 还要再一点 还要 还要 有 对 对 很好 现在好多了 我跟你讲 现在这光线太强 太强了吗 这块太强了 首先是强 第二是光 第三个报告标签 可惜了 这些基本上是中央美术学院向世界大师靠拢的一个体现 但现在这个气氛没有出来 没有经典感 我觉得这标签是朴素有余 这个经典不够 是不是 人首先看到 这是无作人 他就停留下来了 因为你所有这些美术馆的事情 都是为了跟观众形成对话 是吧 应该很明显说 那边是徐美红 你看 徐美红 女人体不重要 话什么不重要 他就摆在这里 时间 人物 时间 这个是最重要 这程题为历史的温度 中央美术学院与中国具象油画的展览 用三百多件油画珍品 涵盖了中央美术学院百年来具象油画的艺术成就 在范迪安看来 这也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中国油画史 我当时觉得这张画是最早的看到的轮体 在范迪人院长有徐悲鸿 几代艺术家在这里成果累累 他们是创作的国家队 他们有当当的中国艺术创作的任务和使命 这就是为什么说一个学校的它的一个油画展览 能够称之为中国具象绘画 它的历史如何能够成为中国具象绘画的历史 这在西方有的时候它是不能理解的 在中国它就是这样 我们现在处在什么时代 现在我们处在叫做三平时代 上班的时候看电脑屏幕 下班的时候看电视屏幕 平时看手机屏幕 我们都陷在这个屏幕的图像里面 没有缺乏了对原作的感受力 而原作摆在那里是可以近看远看 也就是说能够构成和原作的这种对话 这种对话不仅是视觉上的欣赏 更重要的是心灵的对话 重视理论素养 强调视觉阅读是范迪安的一贯理念 此前长达九年的时间里 他的身份是中国美术馆的馆长 国际著名策展人 如何将艺术品的特质发掘出来 并用适当的方式传达给观众 是他几十年来执着探索的问题 而这一个个精彩的大展 为他在国内外艺术界 赢到了无可置疑的权威声望 艺术是一个国家的精神气质 也反映着一个民族的时代气息 如何让世界了解中国 如何让中国融入世界 成为范迪安执着追求的目标 一个展览就像一部歌剧一部电影一样 你总是有一个你叙事者 不管是制片人还是导演 你这个叙事者 有一个主旨 你究竟要告诉人家什么 讲述什么 或者说白点你要宣传什么 他能提出问题 策划的这个展览 不光是美术史 艺术界 当今的创造力问题 还是对于这个社会问题 还是这个整个文化存在的问题 他都想通过自己的展览 提一个问题出来 这个在我看来 这个是很重要的 我们之所以到西方很多 大国的艺术博物馆 看到人家那里的经典 成立 除了说所谓的画得好 画得精彩以外 其实后面是一个国家的 艺术文化的进程 讲的是他的文化主张 文化意识文化观念 我们就要把自己的艺术史 美术史要更好的 从形象这个角度确立起来 从看得见的美术史 这个角度确立起来 2015年中央美术学院 开学典礼 现在开始 这是范迪安担任 中央美术学院院长之后的 第一个开学典礼 这里是他的母校 十年前 他是这里的副院长 九年后 当他再次面对台下的深深学子 他的办学理念 似乎也发生了不小的变化 这一天 范迪安特意安排了一次 针对研究生的开学讲话 因为中央美术学院的研究生 是有过骄傲的历史 我之所以说有过骄傲的历史 的确 有一点对今天的现状表示担忧 坦率说 近些年来 至少是在大家私下有一个 有一点议论 不见得正确是一个感受 说研究生的水平不如本科生的高 硕士不如本科高 博士不如硕士高 大家读了很多书 但是想不出问题 这是美术学院最糟糕的 我跟你讲 坦率说西方的大学为什么厉害 它就是始终问题事 当然有一个背景不一样 人家从小就有问题意识 我们是现在要求大家有问题意识 但是为时还不完 所以改变 现在美术学院到底培养什么样 怎么样的一个人才 也就是说我们整个社会 这个人才今后在社会上派什么用 需要一种灵魂的支撑在里面 这我想老范 他肯定会传播他这种想法 从纯粹的艺术技术层面 提升到一个艺术家的一种理想的追求上 如果时光回到三十多年前 范迪安同样是中央美术学院的一名研究生 本科学习油画的他 在研究生的专业领域选择了美术史论 毕业那一年他三十岁 80年当时有个全国青年美展 我的这一油画作品 也是我当年的这个毕业创作 也送到北京来展出 而那一年 罗中立的父亲 作为青年艺术家创新的代表 引起很大的震撼 我一看 人家都画成这样 我们可能还比较老套 觉得必须要理论充电 觉得好像理论上 观念上没有解决好问题 这个是画不好画的 眼高手低 几乎是绘画 或者说是艺术的宿命 甚至也可以说是艺术的必有之路 你没有高的眼界 你的手就最终跟不上来 很快 范迪安就敏锐地 从当时的美术作品中 发现了属于那个时代的 宝贵特质与诗意 并做出了自己的阐释与判断 我当时跟刘晓东 还在一个宿舍里住着 我觉得他身上有一股戒 是其他中年画家 或者老年画家所不具备的 他有新一代艺术家的那种个性 完全是一个个人 单刀直入的这种视角 这就十分值得关注 这也是整个社会转型期 或者说我们文化多元化 多样化的一个很重要的现象 我认为那个食堂边上 有个小餐厅 吃什么宫饱肉丁什么的 开始谈那事 然后老饭工要点片子 我就给他画了照片 到那时候我记得很清楚 是90年第二期登出来 当时一看那个文昌书 哇 把我写得这么好 自己都有点害臊 从那时起 范迪安逐渐走进了艺术评论界 并迅速成为这一领域的领军人物 严格的学术训练 深厚的理论基础 给了他不一样的视野和眼光 每次这点事情 谁是谁的徒弟 谁是谁的老徒弟 新徒弟 隔代的徒弟 得到真传的 还是隔代传的 那大老去嘛 你那个还是英国白老师 大大老师工作室 对对对 甚至还有林某国谈的点东西吧 有没有 有 有 我想啊 所有的艺术实践家们呢 其实都很希望交流 因为他们平时在埋头做画 埋头做作品 做作品的状态是孤独的 孤立的 寂寞的 他希望听到别人或者公众对他作品的反应 尤其首先希望听到艺术评论家们的基本反应 交流 碰撞 创新 上世纪八十年代 一场轰轰烈烈的现代艺术运动 拉开了序幕 这是一个思想 文学 艺术 空前开放的热情迸发的时代 那时候主要是一种 突破式的 突围式的 这样一种精神的 这个诉求 作为八十年代中国现代艺术主体 八五新潮艺术运动 上演了一场文化思想史的精彩大剧 其精神价值和文化意义 远远超出了艺术史的范畴 整个的创作的 整个的生态 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 非常活跃 他还经常写评论 参加这些研讨会 刘老范虽然是在体制内的 一直培养起来的 这个美学干部 就变成为那个 做现代艺术的 这个倒是一个好事 正是从那个时候 范迪安开始躋身 当代美术运动 他不遗余力地奔走呐喊 以独到的评论 和精心的策展 推动着中国当代艺术 走向世界的进程 2015年6月 又到了中央美术学院的毕业季 范迪安 特地邀请了 巴黎高等美术学院的院长 尼古拉斯 准备和毕业生们 展开一场 关于当代艺术 与当代世界的座谈 他们上哪去了 对了他不知道在哪里呢 这个尼古拉斯上哪去了 他在下面等着 法国人的习惯是 之前要去溜达溜达 溜达到哪去了呢 不知道他哪去了 他自己要去溜达 他不让您征培的 他去发现我们什么问题 溜达溜达 是吧 我到尼古拉斯学院 我也愿意到哪里去溜达一下 找到他的卵子 他去找我们的卵子 在那角落 范迪安认为 现如今 中国当代艺术 完全可以与国际艺术界 平等对话 但在13年前 他初次与巴黎的 彭提杜艺术中心合作时 却没那么顺利 2003年6月 到2004年7月 这一年 被命名为中法文化年 作为新中国成立以来 最大的一次文化外交活动 中国有上百项展览 将在法国举办 时任中央美术学院 副院长的范迪安认为 这是中国当代艺术 登陆世界舞台的良机 于是 他把目光投向了 被誉为 欧洲当代艺术殿堂的 彭提杜展厅 01年冬天就去到巴黎 我去找这个馆长巴克曼 他说 你来台湾了 我的展览都排到2005年了 我一听过来很生气 但是也很无奈 所以那一次是 我们是 我想想是11月份去的 欧洲最凄凉的时候 那次谈的 就几乎是 无功而返 我们已经带好了一套 很完整的资料去 所以彭提杜非常傲慢 就是我们 我们要做就自个做 我们只按照我们彭提杜的选择 来做这样的一个展览 其实潜台词就是说 他们不相信 中国的政府会送来一个 很好的 一个当代艺术的展览 所以范迹安先先后后 给巴格网取过几次亲笔信 通过我们在法国的文化处 在文化处的这个帮 帮助下面 之后 他们都决定 OK 我们联合来来做这样一个展览 如今 范迪安的这种自信 来自于三十多年来 他对中国当代艺术的了解与推广 他认为 作为世界最重要的经济体之一 中国的文化艺术地位 应该与之相匹配 我觉得很多年前 好像我们美术界艺术圈里面 有个说 要打中国台 那当然 你在国际上来进行展示的话 策划的话 你不打中国台 你还打美国台 你还打意大利台 这个问题 应该是个问题 但是问题在哪里呢 就是这个你不能指出的 怎么样从普遍的现象里面 能够找到 他的特殊性 这个特殊性不是以你用你的所谓的国别文化身份就够了 而是要能够有共同的 大家能够进行 什么说呢 能够进行交流 哪怕辩论的当代性 这个问题可能是 和彭毕杜这个合作中间 应该说思想的交锋 也是非常尖锐的 因为彭毕杜在巴黎也好 在世界范围也好 都是一个所谓以展示前卫艺术为主的一个重镇 他都是单刀直路的 他希望最好是拜五个艺术家 就够了 但是我呢 觉得我们向西方介绍我们的当代美术啊 还仅仅是开始 所以应该多一点量 应该能够比较清晰的看到中国艺术和中国社会的关系 之后 范迪安开始积极组织中国艺术家参展 但是随后 法国彭毕杜中心带来了自己的创意 创意的内容却是范迪安大失所望 他们要选一些 他认为是西方共众能够一目了蓝的 就是很有政治符号的 这些作品 他们似乎比较喜欢 其实包含了 这还仍然是那个过去的红色中国 是过去的那种文化观念一体化的中国 和一种当代年轻艺术家的反叛性的中国艺术 那我要介绍的是 我们有自身传统支持的 有反映了中国社会发展 人们生活变化 特别是今天的精神面貌的艺术作品 比如他拿十个名单出来 我可能要否决掉十个 那么范老师可能说 那OK 我们也不一定要否决掉十个 我们同意一个 可能这次谈判同意一个 那么下次谈判的时候 又通过组合名单把这一个筛出去 我们到最后几乎是这样 就像双方打牌一样 你出一个艺术家 我选一个艺术家 那出来之后的话 就会有一部分是相同的 相同的就不用说了 我们就比较好处理了 还有一些是不同的 不同的就双方要具体力 你为什么要选这个艺术家 我为什么要选这个艺术家 经过激烈的交锋 参展艺术家的名单最终敲定 2003年6月 中国最大规模的一项当代艺术展 即将在巴黎彭培杜艺术中心 拉开帷幕 在彭培杜这次展览这个题目 现在回头来看的话 我认为它至少是一个中性 它就中文就翻译成叫 中国怎么样 也就是说这个展览 要在巴黎吸引公众 是要比较客观的 来反映中国艺术的实际 这是中国当代艺术 以官方形式 首次在世界上整体亮相 世界艺术界也第一次 从中国当代艺术中 认识了一个充满生机 与活力的中国 老汉这个展览 告诉我一个理念 当代艺术 中国跟世界 我们是同一个起跑线 大家都可以用 当代艺术的样子 反映我们一个国情 人民的一种心理 我们的对人性的看法 所以那个影响一样特别深 若干年以后我跟他说过 我看过你这个最早那个展览 我很震撼 震撼不是每张作品 展览的作品有多好 我震撼觉得我们真正的 中国的美术作品 走进了一个第一流的国际的国感的电脑 这是很成功的 我们说同样的语言 我们说同样的语言 而且它是非常重要的 它不是一个幅度的 而是某种程度的理解,而是某种程度基于藝術中的关系。 这是我们的关系。 所以,它是非常重要的, 要有这样的性格, 在历史上的学校。 反正走而言之刚才那个路口非常堵 我们只好朝前走 走了以后看到路口就又拐 所以有时候 下半时间再看一点艺术家 首先遇到的就是交通阻塞的问题 在繁忙的行政事务之后 抽空去看艺术家们的作品 是范迪安很愿意做的事情 而他最初的童年记忆 也是一些与艺术相关的片段 我是生活在敏泽干山省的交界地方 福建的浦城县 可以说是很偏远的农业的山区 小时候我住在那种民居里面 南方的民居都有天井 天井后面那个墙壁 有很多斑驳的墙皮 我自己现在能记起来的印象就是 看着那些斑驳的墙皮 总是可以想象那里面有火烧云一般的那些图像 有人啊 有马啊 有田野啊 有山峰啊 就从那种斑驳的墙 老墙上 这个想象出一些图画 图景 因为从小学点画 所以始终把画当作自己的一个修养 那时候我们插队到乡下去 都会带一点自己的很真爱的书吧 我带说 那时候我就带了两本书 一本是被称之为 齐斯恰科夫教学的那个素描教学那本书 还有一本呢 就是意用能体解剖 在那个农村的范围呢 我的那些农村兄弟啊 远近几十里地都知道我有两本导书 藏得很牢 我可以有很多农民兄弟给我送点 送两个鸡蛋啊 送一小碗黄豆啊 他们到我这儿来给我交朋友 就是想看两本有图画的书 在那样的艰苦环境中 范迪安通常会把额外得到的这些食物 分给队友们改善生活 还会经常带领大家 进行一些具有浪漫主义色彩的创造性劳作 因为我学了点美术 以至于包括这个劳动的过程中 我都想象着把这个大地啊 山坡啊 当作一个画面 来做进行一种设计 不见得你都能设计出来 但是你觉得这个劳动啊 过程就像一个这个画画的过程 我想这些东西它无形中啊 它就是缓解了具体的这个艰苦 所以那时候虽然我在这个明北的山区里 但始终在有一种对外界 对外部世界的遐想 我记得那时候查队劳动 我都喜欢到最高的那些这个地方去干活 在那在高处干活 稍事休息的时候可以眺望远方 去想象山之外的情景 实际上是自然的情景 但是你会很潜意识的感觉这是一种文化的情景 由此让你有一种叫做理想的东西 也许就是身上这种现实与浪漫并存的特质 为范迪安以后的策展人之路埋下了伏笔 他很年轻就是一种领导的人 愿意去奉献 因为做领导 我有时候也做一点策展 其实策展就是一个服务乐 就是你要帮助艺术家去谈判 帮助艺术家看场地 帮助艺术家找资金 然后要组织这么多水 还要帮人家做画册 啥啥啥 我看老范就很积极在这些事情上 其实我们所说的所谓的事业 不是振笔一挥就做成的 他可能就是在点点滴滴和同人的交流 和人的交流 这样种中慢慢可能就能够有所建构 它是有一定的魅力 就是能团结很多人 吸引很多人 能联络人 能打好跟各方面的关系 这个情商对一个做事的人来讲 做事业的人来讲 是非常重要的 作为一个老牌的当代艺术展 温尼斯双年展在国际上久负盛名 从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开始 就不断有中国艺术家 以个人的身份参加 威尼斯双年展 但是那是种偶然 就哪个车展人对中国问题有兴趣 他就选中国艺术家 换一个车展人对中国艺术没兴趣 他可以一个都不选 2003年第五十届威尼斯双年展即将举办 在双年展100年的历史上 组委会首次邀请中国政府 在圣马可广场建立一座自己的国家馆 而在国内众多方案的激烈竞争中 范迪安策划的方案最终被选中 在威尼斯双年展建立中国国家馆 虽然空间有限条件有限 但是他表明了 尼尼斯真正自己走出去 我跟老汉就冲过去了 他夜的时间我们就冲到威尼斯 他也是能够适当的某种意义上 能代表着官方 在威尼斯可以跟人家谈判 可以坐下来谈中国希望什么 可以告诉西方 告诉威尼斯中国来了 对他们有什么意义 但是难度在哪里呢 因为威尼斯的绿园城堡和他的军械库场地 已经非常满了 实际上没有多少空间可以给我们了 也就是使馆文化处的努力 已经争取了一定的空间 范迪安和工作团队一起用不同的艺术手段 创造了一种景观 希望营造出个体表述 与共同文化主题之间 相互回应的艺术情景 来和本届双联展的主题 梦想与冲突 相互回应 因此他把这次展览的题目称为造镜 他要某种程度上 进入威尼斯双联展 标志着中国当代艺术 正在逐渐成为世界艺术不可忽视的力量 正是范迪安和同行们的努力 让中国当代艺术逐渐被载入 艺术大展的百年历史当中 这是2009年10月 欧罗巴利亚中国艺术节 在比利时布鲁塞尔开幕的前夕 作为这次艺术节的总策展人 时任中国美术馆馆长的范迪安 一遍又一遍的彩排着开幕式的每个细节 自从2005年执掌中国美术馆之后 更多的对外交流展示中国文化 成为范迪安工作的中心 我认为在21世纪到来的 这样一个时段里 要通过艺术 通过展览 看到一个生机勃勃的中国 而最初来到中国美术馆的日子 却让他觉得过得不那么顺利 甚至有些着急 为什么我有点着急 就是美术馆的社会认知度 在相应的降低 我有一个很受刺激的例子 这快递给我送东西 我说送到美术馆 他不知道美术馆在哪里 这个在过去是不会有这种状况的 可是今天信息多了 而且新的一代人 他的文化的兴趣点被转移了 所以我记得我2005年冬天到美术馆上班的时候 我有差不多两个礼拜的时间 天天都到展厅去寻看一下 那时候观众是非常的少 有时候观众都不如我们故意管理展厅的人员多 所以我就有点着急 如何把观众吸引到美术馆 成了当时范迪安每天思考的头等大师 我一直强调这个视觉阅读非常重要 画当然是看的 或者说一般的作为视觉的欣赏 我觉得其实每一件作品的后面 都是一个艺术家的人生 都是一个时代的最重要的特征 尤其一幅作品 它可以成为一个历史阶段 历史事件的形象的记录 范迪安觉得 美术馆要从过去的以艺术家为中心 转向以公众为中心 就必须找到吸引观众的展览主题 很快 他把目光投向了中国经典文化的代表 顿黄 因为经典总是吸引人的 经典是因为它有极大层的这种质量 也有相当个性的艺术风格 所以人们需要通过阅读经典 感知经典 来感知艺术文化的一般特征 整个美术馆的外立面 都把它打造成像东黄的石窟一样 进行了美术馆的变脸 这个证明还很有效果 这次名为盛世和光的东黄大展 也造成了中国美术馆的一次盛世 单日参观人数达到3.8万人以上 创造了美术馆建管以来的新记录 你国家美术馆展什么 实际上后面是你的评价 是你的学术的判断 甚至某种程度上是种学术的引导 他始终希望第一 引导大众到美术馆来 到美术馆来不是来蹭凉冬天取暖的 到美术馆来看作品 到美术馆来接受心灵感动的 所以他做了很多能够面对大众的展览 能够吸引大众的展览 这个油画或者说是肖像的作品 它其实都是一个个历史的片段 一个个历史的场景 一个个鲜活的人物 特别是他们的理想与追求 可以说能够使我们回到百年前 整个民族在追寻 在奋起 在求索 这个过程中所焕发出来的民族精神 范迪安执掌美术馆 这座国家艺术殿堂 近十年的时间里 一种新的办管理念让人耳目一新 他坚持正确的艺术导向 致力于提高公共文化服务水平 在许多方面大大提升了美术馆的学术水准 也推动了全国美术馆界 步入专业化正轨 他以策展人兼管理者的身份 策划组织了上百个具有影响力的特色展览 迸发出的时代精神 让国内外图行印象深刻 而让范迪安最感欣慰的是 美术馆拥有了越来越多的观众 成为一座风景独特的文化家园 这个整个在我做的展览中 我总是希望这个展览拿出来 能够觉得有一种丰富 或者比较壮阔的一个营造 一种情境的营造 所以包括我现在有时候画点写生 总体来说我还是喜欢画北方的风景 这个文化情境中的壮美博大深厚 我觉得对自己的精神世界有一个很重要的铺垫 范迪安喜欢北方的风景 这段古长城的景致尤其让她难以忘怀 能在喜爱的风景里写生 也许是她和自己心灵对话的最好方式了 我们这一代人在自己的个人的这样一个经历过程中 可以说经过了若干种历史的情境 我们就会有这种感觉 好像都活了几辈子 好像三十年前做的事 二十年前做的事和今天做的事很不一样 但是我觉得我自己的感受是有一点 那就是有一种始终在美术的时代现场 或者说就在这个时代的现场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